介绍了,早上起床为什么会暈,有什么方法减少这些情况? 现在说另一样暈的,不是睡起床的时候暈,而是当你蹲下起床都会暈 为什么呢?其实很多人都有这个情况,特别是女性朋友都有这些经验 蹲下做完一刻起床,眼前一刻要立刻扶着,有时觉得站不稳 或者你起床都有这些现象,已经解释过,但是蹲下而起床 有这样的情况,是叫起立型的低血压 这些是发生在自律神经反应比较迟钝的年轻女性身上 或者青春期的小孩都会有的 有这些情况的人,他们平时的血压几乎是正常的 甚至可能有时是高血压的患者 但是他在瞬间站起床的时候,血压可以下降20度 这些是因为起床的时候,血液受到重力的影响 是向下半身感流动,回流心脏的血液就大幅减少了 一般这样的情况,胶感神经末端就会分给一些去甲 神上腺素,这个去维持正常的血压的作用 但是如果这些自律神经失调,这些胶感神经就没办法正常运作 这就会导致起立型的低血压 除了这些,还有些人站得很久,忽然间就会跌倒 昏迷 因为这些都是属于起立型的低血压 比如在学校或公司,你早上站在开会 你的脚力不够,肌肉的力度不足够 或者你又站得太久的时候,是会导致血液容易 囤积在你的下半身 你会当时突然出冷汗,慢慢你会失去意识 你会跌倒,昏迷 这些情况在吃饭之后或者洗完凉之后都会容易发生 如果是这样,这些暂立型低血压 我们怎么去改善呢? 其实是没办法靠药物来跟随的 而日本国立心血管疾病研究中心的名誉会长 北川先生,他就建议 如果我们注意下面8个小节,生活的小节 就能够减少这些眼前昏黑的情况 第一,在睡觉的时候,墊高一点你的上半身 不要睡得太平,放多个枕头 或者把墊斜斜地挨住,令你上半身高一点 那你睡醒的时候,脑部的低血压就会缓解了 第二,就是加穿一些有弹性的鞋墊 因为这些弹性的气质是帮助脚底血液回流 不需要囤积在下半身 第三,你的生活上要有规律 固定时间饮食睡眠,令你的自律神经可以保持稳定 第四,要摄取足够的水和盐分 因为你是血压低,血压低就要补充多些的盐 应该比日常建议量6克多些 去到8-10克 同时也要补充铁质,多些摄取血液组成的主要来源 所以我们根本上要多些补充铁质 第六点,就是摄取适量的升血压食物 除了盐分要摄取多些之外 我们可以适量的饮用红酒、吃芝士、咖啡 特别是咖啡因能够令饭后的血压不会低 第七,就是缓解你的便秘 因为我们排便而便秘的时候 用力也会造成低血压 第八,就是要从事轻量的运动 因为运动可以活发全身的血液 这样就能够防止一个起立型的低血压 所以特别建议女性的朋友 因为她们做家务有时真的蹲高蹲低 你蹲低了起床真的会很多时候是眼前一刻 所以你要听一下刚才所提及的几点 注意一下,避免你做家务眼前一刻 暈倒了怎么办呢?所以一定要爱惜自己